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什么都看不到 看到了 就在那里 真的有 找到了头 辛苦了 把东西全部给我偷回来 等着吧 再过一会儿小月的东西就全部变成我的了 你说什么 大叔 你是说要把我的东西都拿走吗 头儿救救我们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 难道我小月会吃人不成 好多呀 这些都是哥哥收到的吗 当然是了 太受欢迎迎人去太望也是件非常累人的事情 这么多都是谁送的 是谁送的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请收下 不要 我为什么要收这个 昨天你借给我橡皮 这是谢谢你的 怎么了 我给你吃了 到底谁送的 没什么 你多吃一点 好吃吗 哥哥 你不吃吗 这味道可真好 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看起来好好吃 是谁送的 这么多 哥哥 哥哥乐于助人所以有礼物呢 是啊 快快去吃看吧 我想起来了 明天是给自己的朋友送礼物的一天 我一天也有一个想送礼物的人 是谁 是吗 小月快说说 想知道 那个人是 但是这个我一定得说嘛 但是那个人呢 都有看 假的 会有点 是谁 对 联系的 这有点 没有 可能会很乱 就是 我的朋友 让我看起来 不可能会有尽力 让我来了 尽力 让我看起来 我bble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名阳光的男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真想再见一面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了 你们成好朋友了 当然了 没想到他还是个很好的人 不管我不说了 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得不停 这种感觉我还是第一次要闹 你要紧张死我了 头儿 他们好像伤得很严重 但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要做什么小月都会迟到 那个是我想说的 抢我台词 所以我叫你忘风时千万要注意 又不是第一次被欺负 何必这么逗怒 你说什么 受欺负的不是你 你就说风凉话了 是不是 我错了 你也尝尝味道吧 头儿 我错了 好 可以 好 现在开始 每个人都要给我想出一套对策来实施 什么对策 就是在不被小月发现的情况下可以做点坏事的对策 快给我想 什么时候开始想 现在就给我想 怎么还没想好吗 还没 头儿 头儿 我们饿了 什么时候吃饭 不吃了 只有想出办法的人才有的吃 很好 那么说来听听 小月绝不是我们光凭力气就能够赢得了的敌人 虽然伤自尊 不过你说的的确很对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只能耐心的先等等看 要很舒服的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到小月变成老太婆 老太婆 那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好像把这个忘了 真是的 我就知道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头儿 我有个比 就这样等下去更好的办法 是吗 是什么 就是 我们中的一个 就是我们中的一个人 一个人什么 你倒是给我说出来 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得去做小月的好朋友 他应该不会对自己的好朋友也那么凶吧 你这个笨蛋 这个也就是办法吧 来福 你的对策呢 快说出来听听 有了 好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这样 挂个铃铛 每当小月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声音 我们可以马上躲起来 这是个好办法 真是个好办法 真是个好办法 那么如果小月把领导拿下来了 我忘了 我忘了这个了 那我们就挂一个没有声音的领导 笨蛋 没有声音的领导 我们听什么 原来挂个领导要考虑这么多问题 真是难办 真是的 我竟然跟你们这些笨蛋一起共事 看来相信你们的我才是笨蛋 你是谁 这些笨蛋 后来在一百年后 我又碰到了那个男孩 没想到 那个男孩看到我以后就慢慢的走了过来 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直跳 脸上伤得像火焰一样 我根本就不敢抬头看他 后来那个男孩传我走过来 越走越近 然后他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好长 我也快不行了 现在再去找应该是能找到的 好想再见一遍 那你就去找找看 对 他肯定在某个地方 想着可以再见到他 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真是好开心 你到底是谁 大家好吗 我嘛 我就是那些喜欢做坏事的人的朋友 也就是你们各位的朋友 叫我巴巴拉先生就可以了 巴巴拉 不好意思 碰巧路过听到了你们的苦恼 那个苦恼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 看 好多东西 好 这里面肯定有能够帮得上你们各位忙的东西 我找找看 就是这个可以立刻消除你们所有的苦恼 小月小黑人 超朋友 非常非常小 小月小小朋友 超朋友 漂亮的小姑娘是不是想和人交朋友 是带着我吗 这里除了你还有其他的漂亮小姑娘吗 虽然是经常听的话 但还是很开心 给 这是指给漂亮小姑娘的礼物丘比特的指引 丘比特的指引 你不想要吗 当你的朋友离你很近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发出强烈的信号 有了它你就会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了 是真的吗 这可是很贵的 但是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 我决定白送给你了 给 真的吗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那么我先走 再见 有了这个就能见面了吗 我好像已经感觉到幸福了 真的吗 那是当然的 这小东西竟有这种力量太神奇了 小月只要在离你们有一百米的距离时它就会发出响声的 是吗 真是谢谢你了 巴巴拉先生 谢什么 又不是免费给你们的 一共是一百万 一百万 这东西就是这个价钱买不买随你的便 还是一百万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有新双美的结果 een 很期待 这也是一种病 白天这样 晚上也这样不累吗 干嘛一整天都这么兴奋 又不是过年 抱歉 有了这个就可以找到我想要找的人了 好开心 这下好了 你就快点出去找人 对 没错 我去找了 他要找的到底是谁 真叫人担心 猫 一到晚上就特别的有精神 我困了 只要有了这个小月来了我也不怕 现在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头儿 我们快走 该从什么事情开始做起 怎么回事呢 头儿 你说的是干坏事吗 笨蛋 难道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好事了不成吗 我们把城里的玩具都抢光 我要去抢面包店 你们这两个笨蛋 只能想到抢那些东西吗 首先是要去抢银行 银行 要怎么抢的 这可是真正的坏事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抢的 危险的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什么 只要有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在小月出现之前藏起来了 如果小月不出现呢 不出现 那就再好不过了 小月 快快出起来 奇怪了 应该是这里没错 头儿是在那里 他过来了 快点 头 快点 头儿怎么办 安静一点 一会儿他就过去了 奇怪了 声音是从这边闯过来的 请问那边有人吗 原来藏在那儿了 肯定是害羞才藏起来的 那里有人吗 那里有人吗 他来了 快点 快点下去 找到了 我们真是在干嘛 都变成落淌鸡了 这真是个好东西 多亏有了他 就是 真是神奇 头儿 给我们一人买一只 不行 你知道有多贵吗 又来 到底在哪里 应该是这边 没错 不会是因为讨厌我 为什么总是要逃走 好吧 那我等就是了 当然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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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现在快逃 等等我 谁叫你相信那奇怪的家伙的 按照我说的咬咬牙跟小月轿朋友不就好了吗 什么 累死了 头 我再也跑不动了 跑了 他没有追上来 倒霉 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 把这个给我扔了 快点 什么 这么贵的东西 为什么要扔 就是 太可惜了 不要就给我 你们实在是吵死了 我叫你们扔就快给我扔了 小月一直偷偷想念的某人 很想念 后来呢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碰是碰到了 碰到了 后来呢 怎么样了 快说 好像不喜欢我 总是躲着我 避开我 后来呢 真是的 怎么没跟过去 我跟过去了 但是他总是不停的跳 又响了 我该怎么办 好像就在这附近 对了 肯定是跟着小月来的 对吧 跟着我 没错 离这里越来越近了 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看到了吗 现在还没有看到 来了 快藏好 他马上就要来了 快看看 不要 羞死了 怎么办 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说很想念他吗 就是 快出去看看 我不管 来了 我不知道了 我该怎么办呢 猪娃娃 哥 小月想念的是猪娃娃 好像是的 不对 不是 不可能 不要 我不要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要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